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你收看我們今天 8月7號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市會發現到 這幾天的指數空間都不大 那尤其台北股市到今天為止 整個台股的走勢 幾乎都在平盤之下 但是最高漲5點 最低的只有跌38點 所以指數是維持一個比較 維持一個區間的盤局 可是這兩天有一個特色 如果投資朋友注意到的話 你會發現到 台北股市這兩天幾乎都沒有量 好 我們注意看 台股今天成交量 預估到收盤大概1100到1200 那昨天台北股市呢小漲 成交量也只有1100多億 好 那當整個台北股市呢 量縮在走一個區間的時候 往往很多投資朋友 面對那種量縮的盤 都不知道該怎麼去操作 所以今天我們節目的重點 待會跟各位講的是 量縮的操盤模式 什麼叫做量縮的操盤模式 因為市場資金它只有一套 當你台北股市成交量 就只有那麼1100 1200的時候呢 其實不是沒有股票會漲 不是說股票沒有機會 各位你注意看喔 指數今天是小跌嘛 但問題是今天上漲的加速 上漲的漲停的加速呢 上市9家 上漲6家 可見資金只有一套的情況之下 有些個股它反而是受惠的 但往往在量縮的時候 很多人不會做 也不知道說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是受惠的 好 那各位 這東西是我們待會 跟大家分析的重點 但重點是台北股市量縮 走區間 台股到底有沒有機會 多頭結束了嗎 還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好 那各位 有些重點 我們都會在這個LINE 在LINE裡面 提早跟大家去做過分析 那各位你想想看喔 我記得在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指數大跌168點 那時候我們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去做解盤 或在LINE裡面 我們都跟大家說 台北股市會先走區間了啦 但它多頭沒有改變 因為它首穩在整個月季線之上 那到底台北股市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各位仔細看喔 因為美國股市這波的走勢 是相對比較強 人家都在創高了 創高震盪也沒有跌 高科技股是創歷史新高 創歷史新高之後回測季線 手穩又占回到月線 最近反而廢半的指數 似乎已經開始又有一些 補漲的一個狀況 所以強勢的美股還在走強 那現在就看弱勢的亞股呢 你仔細看喔 今天亞洲股市呢 全面都在上漲 現在上海指數 它已經漲了將近多少 快2%囉 現在漲42大點 好那各位 我們從亞洲股市裡面來看 亞股裡面最弱的是上A股 因為受美中貿易戰影響 昨天還差一點要去測前低 那今天又大漲起來 看起來不會破 為什麼 如果會破的話 這個早就要跟著破了 結果南昂股市沒有破嘛 對不對 他也是維持在一個區間嘛 所以呢 強勢的美股續強 弱勢的亞股 他在走擴底 台股在中間 那就走整理吧 好就走整理吧 但是整理的格局 不代表所有的股票可以亂做 因為你量縮的情況之下 他不適合什麼 比較大量的股票 什麼叫做比較大量的股票 各位你注意看 這波的盤勢裡面 我們一直有跟大家提醒說 有些個股啊 來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避開不要做 不做沒事 不要搶反彈 反正你就不要理他 就是不要做 什麼叫不要做 你仔細來看 7月16號 跟你講被動元件 有沒有 要走補跌的提防被動元件 賣壓才剛啟動 7月16號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嘛 對不對 結果被動元件是不是跌翻天 對不對 你看24567 也是一樣嘛 2327的國序 是不是都跌下來對不對 好 那再來仔細看 7月20號 我跟你講 加金合金環球金還有文貌 有沒有 你看3105的文貌 7月20號在哪裡 在這裡 跟你預告 結果跌翻天 再來 上個禮拜五 跟你預告什麼 下週補跌股 小星光學類股 預金光 3406的預金光 昨天就創低點 對不對 那他創低點之後呢 現在已經拖了什麼 你看亞光 第二檔亞光 亞光下來了 今天大跌啊 有沒有 創波段低點嘛 當預金光做頭 當亞光創波段低點 那後面要注意什麼 你看華金科 要注意喔 這些股票在走區間喔 不要破月線喔 3504陽明光也是一樣喔 你要預防他們都走補跌喔 所以我說過啊 當量縮的格局裡面 有些個股它的位置 還在這個地方的話 你要預防它會走補跌 為什麼 因為它需要大量 當它沒有量的時候呢 反而那個壓力會更重 所以有些個股就這樣 好 那到底什麼樣的個股可以做 在量縮的時候 它資金會移轉到哪裡 各位 我就跟他說嘛 這裡不要做 我們做這裡 問題是什麼樣的股票在這裡 各位你仔細看喔 這些都在line裡面 有跟他做解說 我最近在7月中的時候 有跟各位講過一檔個股 好 注意看喔這裡 看不太清楚是不是 好 沒關係 那時候徒刑在這裡 我跟各位講達爾夫 我說在低檔的股票 我們就先做 反正有低檔我們就先買 結果達爾夫有沒有中 有沒有起來 你注意看嘛 昨天它漲停 今天一開盤呢 再攻漲停 6523的達爾夫 連續兩天兩支漲停 有沒有 在低檔不管 你看喔 連續兩天兩支漲停 它已經把這兩個月 所有的K線全部支掉 這代表說你今天不管 你在哪裡買 在哪裡買 到現在為止你都是賺錢的 那為什麼這樣的個股有機會 當有些個股不需要大量 而且又在低檔的時候 它往往會有資金去做介入 所以我跟他講啊 這個位置的股票不要碰 但是這個位置的股票 你要稍微懂得去低接 你要懂得說 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再舉例來說 7月底的時候 我們在LINE裡面跟他講 低價生技股有資金移轉效應 可以快速走攻擊的 那時候我跟他講這一檔 有沒有 轉強價在43嘛 那時候我怎麼跟你說 你轉強價不到1塊 把握攻擊前的做較機會 突行在這嘛 還沒有動喔 可是沒有動的時候 我跟你預告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你能先買低點 這一波的盤是很多股票 漲上去你再來追 你往往追高點 那我們今天反其道而行 我不追 我先坐駕好不好 這是哪一檔 亞斯康 兼漲停 是不是起來了 有沒有 是不是一根紅棒起來 所以我先帶會 我們之前帶會員都在42塊附近 我們就先低接嘛 當你這樣子操作的時候 你才能夠在低檔穩穩的去做較 所以你會發現到 之前跟你講的亞斯康 低檔起來 兼漲停擺 之前跟你講的達爾夫 已經兩支漲停擺 這些股票呢 都是我們在低檔做較的機會 去把握這個機會 你後面會有一個很不錯的空間 好 那再來呢 後面還有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不需要大量 而且又在低檔 比方說生技股還有一檔 這兩天在LINE裡面 我跟大家提示 這個過緊線是要挑戰前高的 要不要把握看你自己 再來呢 這兩天我們也跟大家講過 有些個股如果說 能夠搭配軋空的話 我覺得那機會更大 比方說3576新日光 他現在都在走擴底 到現在為止呢 他就在走一個 低檔擴底的一個狀況 那這幾天的擴底 已經把那個空單一直在創新高 昨天跟各位講的說 是卷之比82.9 那到昨天呢 已經來到84以上了 所以這些個股呢 來到這時間的時候 首穩月線 反而這個多方 他沒有破壞 反而你要預防什麼 他會開始補量走攻擊 到時候速度會很快 再來另外一檔呢 3519的綠能 我說在技術面 已經開始進入到尾聲了 所以今天3519的綠能 似乎已經開始要去挑戰季線了 所以當他能夠站穩到季線的話 同樣的嘎空氣勢就出來了 我現在做的股票 都是在這個位置的股票 那如果說你今天沒有辦法 去掌握這個位階 掌握不到這個輪動 很歡迎各位 跟著我們一起來好不好 因為父親節我們有一個 88吃到飽的一個優惠方案 很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同樣的如果說 還沒有加入我們行列的 也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LINE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